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昨天大發雷霆 在Facebook那裡發表了一條貼文 猛烈地評擊澳洲媒體Channel 9 頻道9 究竟他在罵甚麼呢 首先他評擊節目主持人非常偏頗 對於落實港區國安法充滿了成見 甚至還視之為一國兩制的末日 又預期商界會紛紛撤離香港 葉劉在訪問期間直斥其非 並列舉了很多理據去反駁 只不過根據葉劉所說 節目在播出的時候 沒有全數播出他的反駁要點 難怪他就發脾氣了 繼而他又批評澳洲政府 他就說有留意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 港區國安法是破壞了香港基本法 亦都破壞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還公佈了所謂優待香港人的方案 為香港人提供申請永久居留的途徑 葉劉就說看到這個消息以後 就感到無名火起 他認為澳洲政府這個舉措實在是反應過敏 和散播恐慌 更有些是趁火打劫的意味 他就認為澳洲想趁機去搶奪 香港的人才和生意 最後都是徒勞無功 因為他認為澳洲的地理位置欠佳 並且受到極端氣候的變化影響 經常出現乾旱 是全球最乾旱的內陸地方 據聞連長遠供水都有問題 先天地理位置和氣候環境根本完全比不上香港 更何況香港是靠近我國內地市場 雙機無限 澳洲作為先進的民主國家 竟然如此欺負香港一個小小城市 其行為實屬無恥 以上就是葉劉批判澳洲的說法 我真的想趁機去反駁一下他 首先這個澳洲欺負香港的指控 就真的無從說起 因為澳洲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他實在是有這樣的權力 去自行制定他的出入境政策 和移民政策 喂 他現在說要優待香港人 喂 香港人就不一定是要去的 而且他也沒有迫白香港人一定要去 最終的決定權 都是在香港居民手上的 他說要去才去 他說不去 屁股要坐椅子 那也沒有辦法逼得到他 故此 你怎能夠單憑某一些主權國家 向香港人提供所謂的簽證優惠 你就可以判斷得到 那個國家是欺負香港 喂 他又沒有說要搞散你的經濟體系 又沒有說要制裁你的什麼人 純粹是提供入境優惠 這樣也不值得 這樣就真的出奇了 天下其民 還有 葉劉身為行會和立法會的兩會議員 他應該要對香港有信心 不應該妄自緋薄 既然認為港區國安法通過了以後 就會由亂變治 這個是由林鄭口中所說的 既然香港會逐漸安全起來的時候 再沒有任何動亂 可以回復所有的心神 去專注於經濟發展 喂 即是說 比過去這一年的時間 會更加好 那香港人又怎會離開呢 只不過 如果你葉劉真是認為 澳洲稍為提供少少的簽證優惠 馬上就有很多香港人 沒有鞋玩劇走的時候 你身為兩會議員 其實也有責任 是需要面壁思過 因為本來香港 財政又非常穩健 基業也是非常紮實 喂 為何會發展成 演變成這個模樣呢 那是不是你身為行會成員 也有責任 立法會就不要說 你就可以抵賴 有些反對派 什麼都在搞搞振 但是行會就清一色 全部建制派 那怎麼說起呢 那當然 葉劉其實也認為 澳洲 趁機搶奪香港人財和生意 最後都是會徒勞無功的 那既然是徒勞無功的時候 你又何須廢殺私糧 廢殺心臣 去寫這麼多字 去駁斥別人 又說到別人的氣候 如何乾旱 如何供水 也有問題 你就由得他自言自語 你作為一個民選議員 其實也經過選舉的洗禮 應該知道一件事 就是要相信市民的抉擇 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市民作出的判斷 就是對於他本人來說 一個最佳的判斷 如果他認為走是對的 那他就是最佳的判斷 如果他認為留是對的 也是最佳的判斷 這個判斷是因人而異的 既然你也認為澳洲 是白費心臣 說這些話 那你就由得他講 何苦搞到港澳關係 澳並非澳門 是說澳洲的關係 好像蒙上了一層霧霾 如果你認為他說這些話 也是沒有效果 最好的辦法 就是任得他自言自語 發阿瘋 接著就講一下官媒環球時報 他們在前天 又登了一篇文章出來 是關於BNO的議題 所以近來真的非常關心香港人 相信每一個香港人 都感受到這一股濃濃的戀意 好了 到底這一篇報道是說什麼呢 標題就是 歡迎香港移民 這幫英國人可真夠選的 夠選的 夠選的 夠選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做出某些行為 就是有選他人 叫救選的 這篇報道其實就是整理了 有一群支持香港人 離開故土定居英國的專家 他們的說法 如何是充滿著利用的意欲 如何是無寧兩可的 這篇文章首先引述了 英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研究所的 高級分析師安德魯的看法 他就說 從過往接納歐盟移民的情況來看 英國不是做得特別好 他就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 對於想定居英國的香港人而言 他就說 可以制定一種戰略 設法讓這一群去英國定居的香港人 遠離大城市 並且通過某些福利 鼓勵當地的企業僱用香港的移民 接著這段就過癮了 俗語說 人離鄉展 香港是中國的特大城市 亞洲金融之都 想不到 在聲稱歡迎香港人的英國專家眼中 香港人 老遠地跑來英國 居然被認為 不該定居城市 人離鄉展 他們就提出了這個觀念 實情 這個只不過是 安德魯的說法 現在英國都沒有頒布的詳情 其實還未說 只不過是之前 內政大臣彭代寧的信 是流出了 究竟實際的執行條件 是怎樣都未說 有沒有規定 一定不能夠住在倫敦 萬設斯特等城市 沒有說 誰一定說要住在鄉鎮 沒有 暫時未有這些說法 可能也是 這個安德魯自己的 倡議 接下來這篇文章 又引述另一個專家 就是牛津大學移民觀察 項目的負責人羅伯 他就說 大部分英國人 都會歡迎香港來的移民 但是可以預見的就是 也有人對此感到不高興 這篇文章的評述就說 他不知是否受到政治正確的壓力 在提到英國人對香港移民態度 表述就非常無靈兩可 也缺乏數據支持 其實英國的民調機構UGAF 一早就做了相關的功夫 在最新的一次民調當中 超過六成的英國人 是歡迎香港人移居英國 只有大概兩成左右的英國人 是反對的 而且歡迎香港人前往英國定居 已經成為了英國的跨黨派共識 否則根本上不能在下議院裡通過相關的議案 故此 這已經是英國人的主流民意 此外 這篇文章又引述了羅伯的另一個說法 就說 大量來自香港的高度專業化勞動力 會對英國的經濟帶來貢獻 但是他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疫情之後 三分之二的英國人 更加意識到低技術移民勞動力的價值 故此這篇文章質疑羅伯 究竟對英國發展有利的是低技術移民 還是高技術移民 至於BNO護照的持有人 該算是高技術還是低技術呢 接下來的篇文章大概說到 若然BNO護照持有人去到英國的話 根本上會對英國的就業 構成一個很強烈的競爭 實際我認為 環球時報真的不需要為香港人擔心 若然他真的選擇前往英國定居的話 你就讓他吃吃虎頭 讓他捱一下 如果市民真的要自討苦吃的話 都是他自己拿來活該 每天都寫一篇文章出來 究竟是擔心這群香港人去到英國會捱苦 或是擔心香港人離開的時候 會變賣資產和帶大筆的資金流走呢 那真是無從判斷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